知道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民主开放的社会 所以说像设立 对于设立两岸所谓的经济合作委员会 它所扮演的功能 有没有得到 第一个有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 在台湾这方面来说的话 第二个它是不是受到人民的监督 换句话说国会的监督 它的过程是不是透明化的 那这一点等于说是在台湾 在一党是非常坚持的 那从双方的这个要设立的 这个经合会的这个讲话来看 北京似乎也回避了 要接受所谓的民主监督这一点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说 所谓的两岸经济合作会议 两岸经合会到现在定位 还是非常定位不明 它到底是一个要解决 这个争端的这种协商的机制 还是一个要为后续的谈判 一个谈判平台 这一点定位不清楚 那从现在刚公布出来的消息来看 就是说是由这个两岸的商务部的副部长 还有台湾的经济部的市长 由这种层级来组成的话 恐怕就是处理这个所谓的投资问题还可以 但是要处理这个两岸的贸易的问题 乃至于贸易所或是投资所引发的这个争端的话 以这个层级是不够的 大概现在问题归纳起来就是有这三点 谢谢董教授问门说明两岸经合会设立的通明化 还有说了京都还有定位的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请教华盛顿的赵惠普先生 就是这次没有签署这个投资保障协议 那么可是很多人很关心 就是说台商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时候 还有人身安全 还有他的财产权如何 说到保障是很多人关心的 您觉得目前有哪些重要的重大的贸易障碍贸易壁垒如何突破 OK 这个我讲到重大的贸易壁垒 那我想说刚刚那个董教授在讲 我这样大概大致讲一下 就是说你看所有的全世界的国家 去这个有计划的大规模去发展 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国家来主导 那我当然了解到台湾所谓反对党 他有很多立场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回避的问题 而是你怎么样去 你要是像军人一样 你到前线去打仗 你没有一个指挥官 你没有一个前线的所谓的这种 这个情报单位在帮你去看很多风向 你怎么打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与其在那边讨论 还不如直接去进行 当然进行如果刚开始官方有疑问的话 还有这种授权的民间团体 是可以来先来探路的 那么但是在这中间 我觉得我们先讲一种比较人性化 不要讲比较教条式的东西 就是说这个荣香你知道 就是说我在两岸分隔了六十多年了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把国民党妖魔化 然后就是说在老百姓的心里面 长期都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们是要嘛 就是国民党把我们的黄金都拿到台湾去 所以台湾有钱都是欠我们中国人的钱 我到现在还有听到 在华盛顿有些朋友 还会在提这种东西 我是觉得提笑皆非 但是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根深蒂固的 已经在他脑筋里面有这个印象了 你怎么样去把这种两岸这种 以前互相加速的这种政治的因素 把它慢慢慢慢的消磨化 这需要时间的 那么很多 我碰到很多这个台湾朋友 他们跟我讲 他说 当然刚刚的董教授讲的一些 这个什么中国的这种仲裁 政治法律 这些都是问题 这些问题 我事实上也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实质上已经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在福建省 福建省的漳州跟泉州 那么我想他们已经陆陆续续 有成立台湾法院 这台湾法庭里面 他还有台商的那个仲裁人 这个仲裁人代表什么角色 就是等于说是 这个政治委员一样来看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们会要成立这个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去谈判 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有蛮多大企业 像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郭台铭这些 这是很大的企业 它中央都有配套的 但是你如果是中小企业的话 你根本没有那种中央级的资源 对不对 那常常你在北京谈的 北京我觉得很多官员 都这个水准都还蛮够的 都是所谓的学士 一些见解都蛮像一样的 但是中国它的两极化 它的官员的两极化都非常严重 你从中央你到省 你如果是好一点的省 比如沿海的省份 那官员还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到内陆的省里面 那个省里面官员的那些 他自己个人的那些理解 都很可能跟我们一般的理解 不太一样 那你再从省里面再到这个县里面 那我跟你讲 所有的你所有的这种工厂 都是设在县里面嘛 所以很多人 我听过好像十个台商 有九个都有这种学类似 都有非常惨淡的经验 那这些都是一些印象 比如说他来他来吸引你投资 但是他设一个局 然后来把你的钱进来以后 他会想想别的办法 把你的把你踢出去 会把你的钱炸出来 这种事情都是跟他根深蒂固的 长期的思想教育有关系 所以我们我们一直在回避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像两岸在台的时候 中国一直在提出这个文化 文化方面的沟通 台湾好像也不是回应的那么那么积极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当你的这些人慢慢慢慢 比如说你在戏剧啊 你在这个电影里面啊 或者是连续剧里面 慢慢的都已经把一些 比较正式的观念带进来 然后让他看到台湾的一个比较正面 真正的真实的形象 我不要讲说太这个政治化 就是然后你看到 然后常常宣扬一些两岸能够在一起 能够发出什么样的新的火花 我觉得这样子会这种 看起来不是很实际 但是会非常有用 因为当人家对你的了解 有改变的时候 所有的态度都变了 你那个政治都很多都是条文啊 我在想说像这个 很多很多这个台湾反对长在看 都是完全在看表面上的条文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 有时候条文只是放在桌上好看的 那真正执行起来 根本没有不是完全不是照这个来做的 所以那个那个 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 我希望这个这个台湾 现在马政府能够听得进去 为什么你一直忽略 忽略到这一块 你想想看文化教育有多重要啊 你在台湾你最强项的这个软实力 就是文化跟教育嘛 这个东西还是要带到中国 中国也缺这个这一块 所以这对这一块来强调的话 对两岸都是双赢的 然后我们可以待会有机会 我们再讲到比较实际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到 这个台湾法庭成立 那他们他们中间有什么问题 他中间有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大陆很多 有的时候好意啦 成立的都是一些 基本上觉得应该做的事 但是来的人呢 很可能都是样板性的人 所以发挥不了作用 像我碰到这个张州 就前几个月碰到这个张州 台商协会的副会长 他说他被邀请到当仲裁委员 但是呢 他说他没有这法律的背景 他真正希望中国大陆 能够放一些这个两岸 这个懂得两岸法律的专家 来做这一块事情 谢谢 好的 谢谢赵先生 今天的确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如何落实 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之前提过呢 第一次江城会 签署了15项协议 发表了一项声明 但是呢 如何落实 是大家所关注的 所以这次江城会呢 也决定要成立一个 检讨的机制 来决定说 之前的协议是如何的来落实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野波士 交给台北的博弈 由他来主持 下一回的问答 博弈 好的 谢荣夏 那么我想下面的问题 我想先请到 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 就是我们今天 一直在讨论 这个投资保障协议 为什么没有签订啊 事实上在之前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 两岸就有要 希望能够 这个签署 投资保障协议的呼声出现了 那么现在马政府 上台之后 两年过去了 但是他并没有 很顺利的签署完成 那么海协会的副会长 曾立仲也说 他说这个两岸 在一些项目上的分歧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是不是说 现在实际上要做的时候 会发现到说 投资保障协议 不如大家之前想的 那么的简单 那么另外一个想要请教你 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 中国大陆的经济 起来了以后呢 可能会已经促统 来这个压迫台湾啊 可是现在是不是 我们从这个投保协议的 这样的一个 目前有一个瓶颈来看的 就是说 如果一旦两岸接触到 实质的这种经贸上的利益的话 那个大陆还是会 斤斤计较 不一定说全盘让利给台湾 您的看法 好的谢谢 我想说 先解释一下 这个台商的 这个投资保障协议 其实在台湾 无论是民营党执政 或是国民党执政 这个台商呢 其实都一直要求 就是说台湾的政府 能不能跟中国的政府 签订这个 这个投资保障协议 但是有一点 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台商所要求的 或是说台湾方面 所提出来 政府方面所提出来的 这个投资保障协议 跟外界想的不一样 就它不是那种经济性的 就是经济性的这个优惠 不是 重点只有一个 就是对台商的这个 人身的这个安全的保障 那刚才我们听那个 赵先生讲的 就是说 似乎就是说台商的 这些血泪史 好像是印象 或是一种偏见 其实不是 它是活生生的事实 我举个数字 根据台湾的海基会的 这个统计 到今天为止 就台商在整个中国大陆 失踪的 失踪的台商的人 还有三百多人 就说 它是不是被抓走了 不知道 那第二个 就台商在中国大陆 监牢里面 监狱里面 被关的 关押的人 大概有三千多人 那这里面 也包括说 未经审判的 或是说审判不公的 就是说 它是某种程度 它是黑牢 以及 就是说 在这个 台商最强调的人身安全 是在中国大陆 有太多政府的机关 或政府的机构 它可以抓人 而且它完全没有 人身保护 ועde 这些许念